这个民族的更改其实跟南海问题 还有美国也可能因为南海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美国他要做的事情他也会做 他要想做呢 没有这个司令部的民族的更改他也会做 所以这个其实意义很大 那美国过去呢 一直是做几个事情跟南海 第一个就是 特别是外交上的这个社交压力 然后这个格格之间太低见太均匀 来过这种自由航行的巡航这样的活动 还有就是在一些法律方面啊 这个等等的 我也看不出了美国还能做什么 他们对于运行就是这样 就是比较极端了 比如在这个以后搞这个航行的时候 他不光是在中国的领海 或者是这个这个地线里面去走一圈 他搞点小动作 做了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搞一个收入远局啦 或者是这个长时间停留啦 或者等等等等 搞点军事活动啦等等 这个可能会逼得中国有些反应 他现在做这些 虽然中国也很恼火 但是基本上还可以忍受 就是你这个就是来走 他们虽然可能中国 利益有些损失 但是不至于造成 终于直接的军事冲突 这个意见不大可能 那么还回到刚才就是 因为网友他们也讲了很多 英国法国现在宣布要到南海 来搞这种军事航行支援 这种行动活动 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过于夸大它 它其实相对于大于实际的意义 为什么要讲呢 英国法国在亚洲在东南亚 没有长处的海空军 它要来一趟停远的 而且很花钱 对